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人用了几个包包 用了几个概念 用了几部电影 就把我们的钱给卷走 想想也觉得很可怕 所以呢 这个说到这个事情 就是习桓公和管仲 他们在对话里面 管仲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保证农产品的价格 农产品价格太低 就一定会令到这一个农村的人 就不中粮食了 说到此处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观念 很多人都说要扶持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中医好人就应该是减变连 但是如果一个医生看一个病 一个人学十年 才能够出师成为个好医生 看一天的病累得半死 跟人说话 说九个小说十个小时 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 那年轻的优秀的人 他就不会学习中医 那么中医药呢 就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 这个事情的背后就是 很多人都说 你一搞贵一点的东西之后呢 好像伤害了这个事情 不是的 其实有的时候呢 是令到他有价值 让这个事情变得有利可图 人们才会有更多的资源来 最后呢 过多很多的钱 拥进来之后呢 由于供给充分了 他自然而然的价格回落 这才是王道 所以我们以前呢 总是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我们 透过某种的行政手段 不允许你涨价 前段时间 有一些很多 现在中央医疗改革 中国的这个医疗体制改革 最重要的政策就是 杜绝以药养疫 什么原因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不管是中医和西医 如果你去医院 这个医生的诊费 就是说他的知识的产能 是很低的 那么怎么办呢 各种的医药代表就来了 背着包包 有些人还是美女 他看见一个年轻的这个医生 然后呢 反正有方法 搞定你 搞定你之后 你开药 狠命的开 本身一个小孩感冒 吃两颗维生素 可能就好的 非要去体检 我前段时间听了报纸上 说你女孩子 那个小女生三岁 感冒和发烧 居然要去验性病 那不疯了吗 就是因为公司单位 在医院买了一个性病检测器 你每天有损耗 有个固定资产损耗 所以必须要验 不验的话 这都纸包划不下来 以前我们这个国家 由于医生的收入很低 所以呢 医院又养不活 怎么办呢 只能用药养医 于是药品价格逐年翻番 出厂价五毛钱成本 出厂价一块钱的药 能够在医院卖到五十块钱 一百块钱的药 这种事情就为什么 就是因为 必须要有利润拨给他 所以人心都是向逐利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医生也是人 好 有了这样一个方法之后 我们就看到是什么呢 国家要倾向 要有些政策倾向 运到一些我们以前觉得不重要的事情 慢慢变得重要起来 这个不重要的事情呢 比如说粮食 比如说水 比如说空气 这些事情 要让它有价值 否则的话 有一天咔嚓被停乱了之后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都把那些消耗能源 污染环境的事情 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去 然后让你们去生产 生产完了之后呢 用他们比较值钱的钱 因为他们可以控制汇率 控制货币 买我们的东西 买完了之后呢 他们自己呢 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完之后呢 自己呢 控制了他们的通货膨胀 然后呢 再印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呢 再给你换 比如说各种债券的什么的 把你钱又圈回去了 好了 最后有一天发现呢 再怎么圈钱呢 就搞碳排放量 有一种观点 是一种阴谋论的想法 就跟碳排量有关